各位观众大家好,又是明报530新闻时间,今天是3月11日,星期一,欢迎收看。 悲思省府今天宣布,素理纪念医院将新增一个急诊医护大楼为加强该医院急症和专科护理的能力,应对素理人口增长。 省府于未来15至18个月内为新大楼进行商业规划,首先向医护服务机构、原住民组织、社区和市政府进行咨询,确认计划的规模、预算、时间表和采购策略。 新大楼的建筑工程亦会在商业规划完成和获批后启动。 一旦落成,新大楼将提供内科、外科、疑科、妇女健康、心理健康和中风护理等服务。 据省府提供的数据指出,素理目前约有68.5万人居住,而这个数字预计会持续增加。 就该市于2022年至2023年期间,人口已经增长了3.8%,平均每月增长超过2,000人。 最近有没有发觉在嘈杂环境,较难听到别人说话,或者经常要别人重复,甚至有耳鸣的情况? 如果有,快找永明听力的专家,旷永明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听器厌配和舒缓耳鸣经验,创新隐形AI智能助听器,有超强减杂音功能,在嘈杂环境都可以清晰听到别人说话。 言证推出双重大优惠,立即致电预约听力测试吧。 农历新年想买优质养生产品?那就要去港利行啦。 他们不止有优惠,花旗森仲是百分百安产种植,还有滋保养鸣的燕窩检系列, 以及丰富胶原蛋白的海芯。 多款产品都有正美礼合装选购,还有更多产品,可以到列治民时代广场门店选购。 港利行连续12年成为加拿大安产花旗森指定经销商,现在更有网上服务,在网站订购, 就送货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国,养生健康,受损港利行。 温哥华科学馆一带今天早上发生火警,导致该设施需要关闭一日。 消防队出动两艘消防船灭火,但行动就因为潮漲而一度受阻。 据温哥华消防队指出,消防人员今早8点45分左右接报, 清科学馆一旁没出浓烟。消防队到场后发现, 科学馆所在的离岸平台底部起火。由于Fox Creek当时正好潮漲, 水面距离平台底部只有6呎,令消防车和陆地队伍难以进行灭火工作。 即使派出了两艘消防船尝试用水炮灭火,成效都不大。 队伍在后来派员在浮艇上用消防后灭火,才将火构式。 消防队也透露,虽然初步未知起火原因, 但相信和电路有关,幸好火势没有蔓延到去科学馆内部, 火警钟也没有人受伤。 Vancouver First Realty 街壁地产The Winning Team 是大滨地区一支得到客户信赖的出息团队。 因为有超过30年地产丰富经验的Winny Lam 林太。 忠诚服务客户的Terence。 一切以客为本的Jessica。 诚恳对待客户的Daniel。 还有我与时并进力求创新的Edgerson。 我们为你提供专业地产服务。 当你觉得听力越来越差, 和人沟通有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一对配得好的助听器 可以帮助你从事与人沟通的乐趣? 来Lens Sound 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经验丰富的李智莲博士聊聊。 它不仅提供全面专业听力服务, 更可以为你配合一对合适的助听器。 现在的助听器优惠高达7折, 还有机会拿一个高清电视盒。 优惠期有限, 快点打个电话给卓能听力中心预约。 一份最新的租金报告指出, 加拿大2月的房屋租金水平为2,193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了约一成。 温哥华一房的平均租金虽然省未回落, 但仍然位居榜首。 根据租屋网站rentals.ca和研究公司urbanation 最新发布的二月房屋租金报告表示, 碑斯省和安省的平均房屋租金分别为2,481元和2,431元, 位居榜单的一二, 但年度升幅就只有约1%, 在各个省份中最低。 此外,温哥华二月一房的平均租金为2,653元, 相较一月下降了1.1%, 但仍然位居榜首。 本拿比就排第三,仅次于多伦多。 2月平均一房的租金为2,456元, 较一月下降了3.7%。 北美自留治疗中心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 治疗过期肝门直腸疾病, 包括痔瘡、外痣、混合痣、肝瘤、肝瘤、肝裂、肝瘤等。 创始人陈国义院长的国义肝腸疗法, 運用微仓配合温和中药达到标本兼指, 徹底跟随病患, 不会产生任何后悔症。 更多咨询请打电话604-559-6177。 尽管今年春季家国地产市场有复苏迹象, 令不少业主憧憬将房屋放售,令卖盘增加。 但加拿大皇家银行经济学家辞出, 地产市场仍然是反复不定。 皇银经济学家霍格在一份最新报告中说, 银行预计房地产市场将一帆封信的人都会就二月份的数据反思现实。 二月部分市场二手房屋销量下跌, 扭转了之前两个月的升幅。 博格说, 这样是提醒人们, 极具挑战性的负担能力条件, 仍然阻碍买家入市。 但是部分卖家确实是回来。 复格估计温哥华、飞沙河谷、 埃蒙顿、咸美顿和满地可的新挂牌房源, 较上个月增加了3%至14%。 他说, 我们怀疑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销售活动更换月的消息推动下, 在去年秋季按兵不动的卖家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响, 提早在春季市场上出现。 然而他认为, 更多屋盘未必能吸引买家。 加拿大最大市场多伦多二手房屋销售额, 今年2月按月跌12%, 扭转了2月前两个月升幅的一半。 科家说, 这种波动模式可能是未来会出现事情的一个征兆, 因为利率不确定性, 以及可负担能力没有改善, 令到买家和卖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会保持警惕。 温哥华明天3月12日星期二天气预告, 日间多云, 六成机会有骤雨, 气温最高9度, 晚间多云, 气温最低2度。 尽管北美地区生活成本在各方面都是上涨, 但是比较机票价格会发现, 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价格普遍高于美国同航, 主要是美国航空业竞争更加激烈。 数据显示, 美国一月的机票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4%, 是15年以来升低。 而加拿大的机票价格虽然比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4%, 但是仍然比疫情前的2019年高出10%。 麦基尔大学航空管理项目主管格雷迪克说, 一月价格下降符合航空市场的季节性模式, 假期旅行需求让位比折后的居家习惯。 但是, 这是暂时性的, 而且很可能是以后一段时间内最后一次看到机票价格下降。 只望未来, 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中的航空指数, 我们将会看到从3月开始, 机票价格反转, 再次上涨。 格雷迪克还说, 航空公司之间竞争导致2023年和2024年的机票价格不断下降, 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增加压制民众的消费。 很多人减少了航空旅行, 那些廉价航空公司为了和大型航空公司竞争, 提供了有人的价格, 迫使他们竞争对手同样降价。 在这方面, 美国廉价航空公司做得更激进。 加拿大消费者委员会执行总监怀特·克斯特就说, 一些因素令加拿大市场的机票价格比美国更高。 首先, 美国有更多航空公司,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其次是加拿大地港人气, 航空距离长, 价格自然更贵。 特别是一些小航空公司更愿提供区域间的航线, 而不是全国航线。 列治民山市一间刚刚平了顶的独立屋, 今天凌晨时份发生火警, 波及旁边另外两间屋, 火警今早九点半休息, 现场有华人说, 这间屋里的装修非常漂亮, 现在只是销剩钢架, 他说屋主是伊朗人。 警方说, 火警中引迫的损失是1200万。 被波及的其中间屋的屋主是华人, 他说, 在消防员救火的时候, 要撞穿他的屋顶, 射水进入里面救火。 所以, 火警救赛之后, 他的屋外表看起来, 没有什么严重的损毁。 不过, 屋里面, 由屋顶到地庫, 已经全部报废。 另一间被波及的独立屋, 也是一样。 热客区警方说, 火警发生在午夜前的不久, 在碑苗甲十六街的Duncan Road, 一间无人入住, 而且正在兴建的房屋就发生火警, 大火迅速蔓延到他左右两旁的房屋。 火警附近的居民都能安全离开, 但起火的住宅最终就被烧毁。 而在今日下午的新闻公布里, 警方说, 火警引致的财物损失是1200万。 我们现在听听, 现场一些华人讲述他们所知的情况。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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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打劫,無論是入屋還是在街頭行劫,都是用刀、用槍、指著事主,叫他交出財物 但如果打劫提款機,提款機又不會聽又不會說 就算你用一支大砲對著他,他都不會怕到自動會給錢出來 有幾個賊佬就想到方法,他們用鐵鏈一邊綁著提款機的外殼 一邊綁著車尾,接著開車扯掉提款機的外殼,那就拿到提款機的錢 這個方法聽來可行,賊佬亦都付諸實行,在上星期一即是3號晚 賊佬出動去到百寧頓一間有自動提款機的便利店行劫 當時是晚上10點半左右,賊佬入了這間便利店 先撿開廚窗後面的防盜欄,再用力推開在自動櫃圓機前面所有的東西 將鐵鏈固定在櫃圓機上面,拆路這些囂張行為 驚動了周圍的住戶,附近一個住戶在露台上 無意中拍到劫匪犯案的過程 當時一輛輕型貨車到後,泊進便利店門口 一個男子就從那個打爛了的錘槍排入店裏面 再將鐵鏈固定在自動櫃圓機的外殼 貨車跟著向前踩油前衝,就將自動櫃圓機的防盜版面 櫃圓機的前箱,即刻暴露了出來 但是,入虐櫃圓機搶錢的匪徒之後,就兩手空空走出來 還被那個店鋪的貨架卡倒,最後手忙腳亂,趕快爬上車 便離開現場 便利店的總經理將劫案現場的情況在社交平台公佈 顯示出櫃圓機已經徹底被摧毀 防盜面板被扯出了在店外的行人道上 但是,櫃圓機裡面並沒有任何現金 那些劫匪等於是白亡一場 去到上星期五,被打爛的門槍和防盜爛已經修理好了 便利店方面估計整個維修費就不見了7000元 當地居民都覺得很驚奇 因為從來未見過這麼戲劇性的場面 本來以為自己所住的社區很安全 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罪案 當地的警方就說了 暫時沒有辦法分享有關這件案的任何最新消息 只是表示,這是這間便利店在這裡開業的第一年 反過來說,警方是希望任何知情者聯絡警方幫助破案 黎智英案進入第42日審訊 時任主筆楊清奇繼續作供 楊清奇一再指,黎智英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善於把握市場和顧客需求 就蘋果辦報,黎智英一樣擅長把握時勢變化和讀者的需要 當時,黎智英觀察到美國對華政策出現轉變 立刻調整報紙立場 楊清奇表示,眾所周知 蘋果於反修例事件中的立場激進 文章報道時常提到上街意志 又經常採用今天上街、明日上街作標題 但楊清奇不覺得是好標題 楊清奇又指,初時和勇不分是受到爭議 但從黎智英的專欄文章和蘋果報道來看 兩者對和勇不分都是傾向寬容和支持 楊清奇記得和勇不分主張三筆 即是不譴責、不割席和不督灰 而蘋果的文章和報道均能體現三筆 空方表示,完成主問 辯方明天開始盤問楊清奇 大嶼山中午1時22分發生一次2.0級地震 天文台表示,地震網絡偵測到市民報告的本地有感地震 初步分析指,震中位於北維22.27度 東京113.98度附近 即是香港天文台之西大約20公里 震源深度大約10公里 天文台接獲超過10名市民報告 表示感到輕微震動 震動為是掃描 初步分析顯示香港地震跌到 維修地墨加利地震跌到表的第三度 即是室內有感 類似小型貨車駛過